MING PAO 現在幾點?現在10時24分 Yoyo這幾天經常說要上班 但其實我從來都不知道他上班是做甚麼 我今天去到他公司特急檢查 究竟上班了嗎?還有做甚麼 那時公司… 你好 早安 我今天特急檢查 發現你真的上班了 我很久…很久才上班了 真的嗎 我同事的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的公司是小公司 所以我曾經有辦公室寫著桌 然後我也說 不如我們搬到大公司才再加桌 即是真的上班了 其實我當時開公司 我也說過在買物業方面 我完全無法幫忙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行程、手續、利率 或者要付多少錢 我真的不太擅長 我也說我不想害人 但我的專長就是宣傳 所以其實這件事很彈性 有時我回到香港 我依然可以用電話租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數碼木紋 就是我們這種 就是拿著電話 可能拿著電腦 其實我哪裡都能上班 因為我們本來開這間公司時 目的就是想… 香港人的文化 跟日本人生活上的文化 大家會互相交流 希望日本人不會覺得我們很失禮 其實我們不是因為失禮 而是我們習慣這樣做 譬如我們有時沒有工作 星期六、日會覺得 逛街看樓是其中一個節目 但對於日本人來說 其實你真的要買樓才來看樓 譬如這些我們有時要解釋清楚 不可以說你來旅行 就可以馬上去看樓 可能你來旅行之前 你已經要告訴我 你想甚麼時候來看樓 想看甚麼樓 我要預先安排 不可以說兩天的時間就能做到 如果人們想看樓或了解一下 說真的,有時來到 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確 即談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負責的 其實我同事Will,他會做的 因為做得久了 他就很清楚 可能你想投資 因為通常離不開就是投資 可能是女居 要是租出去,要是自己住 例如有些客人會問我關於福岡的事 我說是學換樂油山換水的事 我便可以跟你分享,很清楚 但當他很認真地去買樓 可能是一些物業交易或市場的情況 那些分析我也是交給同事負責 你有興趣買樓下嗎 我只是看看而已 我想知道其實Will,如果… 因為我沒甚麼錢 但如果最便宜是福岡 能買樓的樓大概是多少錢 最便宜 最便宜到很便宜也有 不過當然不建議買 如果一般正常的,例如… 50萬港幣 那多大 180至200呎左右 現在的匯率較低 可能不需要50萬港幣 對,可以更便宜 30至40萬港幣 現在這個便宜的,這個750萬港幣 1991年,15分鐘在瀑托站 所以其實很方便 因為現在這個算是超低推薦 但其實我還沒買得起 其實哪個比較貴 剛好有個客人,他明天會看 可以先去看一個比較漂亮 比較優質的新樓盤 是否貴很多?忘記了,先看吧 別想太多了 多於零… 這個價錢多於零,最少 不是太多,但也沒有… 多於零… 只不過零 現在我們來到這裡,這裡是46樓 我們首先看一個客廳 不如我想說 我已經不想知道有多少錢 這麼快就先看完吧 先看完嗎 是 先看看,很… 很棒 這是一個貨櫃碼頭 這裡是中間,Iran City裡的 其中一個公園 有一個小湖,就是湖景 你可以有海景、有湖景 不是,其實只是這個格局 我已經覺得很棒 這裡這麼大?劉尼 是露台 跑短跑嗎 也是露台 很大 也是露台 先看看廚房,不好意思 在家裡可以跑 這些全部都是收納 對,全部都是收納 日本主重的是收納 儘量不放那麼多東西出來 這是甚麼 垃圾桶 因為他們會支援回收 垃圾桶也收納了嗎 對,你見到沒有收納 對 我現在想快點走路 快點知道多少錢 因為覺得很棒 想努力工作,努力做人 我覺得彩光很好 因為這裡差不多180度 想不到人生第一次看樓 今天已經是陰天,已經差點了 又有很多不同的房間 你自己去看看是甚麼 我先感受一下 我先感受一下 真是大得不知道我來做甚麼 這裡是可以出去的露台 等等,不好意思 我出來這間已經覺得很棒 不小心把旁邊的那間 是廁所 我的天 我想說我看到廁所的重點是甚麼 是浴缸 是 浴缸是… 我沒有在日本看過這麼大的浴缸 很棒,很想在這裡洗澡 我這裡是放雜物 放雜物 可以讓人睡覺嗎 倉庫 真的… 很慘 剛好,放一個塌塌給人家 其實還可以的 也不是那麼差 是焗了一點 不是一點,也挺焗 還要調不上冷氣 還要煮一個風扇 很棒 我真的要放雜物 這是主人房 對 還可以自己在這裡找美生活 還可以坐在這裡 沒錯 還給我的幻想 這個… 這個發展商很懂得做 還給我的幻想空間 可以… 很棒 原來看樓是這麼開心的 這裡是… 女士就喜歡 我還給我的衣服 我就是個都市禮人 我會擁有兩眼白色衣服 和一眼白色背衣服 太好了 很高級 其實這裡已經看光了 好像是鳥下五福岡,對嗎 因為這裡的大廈 是全九州最高的住宅大廈 Vilver,雖然我是雲甲 但我也想知道究竟是多少錢 好,這裡是二億一千萬 一月 真棒,但真的沒有一千萬 對不起 但有甚麼宣傳室或公園 配套 在二樓 他們有一個公共地方 讓人休息一下 坐下或是健身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幢大廈 本身有客廳 這幢大廈 這裡就是客廳,對嗎 沒錯,這裡就是客廳 因為日本很多都是父母 在鄉下,他們來探望兒子 但一起住有時不太方便 你可以幫他在這幢大廈租一個單位 你為甚麼在這裡 等你吧 喜歡這裡嗎 我可以 不是,我聽說你很喜歡上面 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這幢大廈租的景色 這裡很像童話故事書 我覺得很像 我反而真的喜歡看這個 我覺得晚上好像有萬家燈火 上面的落地球的採光很好 這就像家裡的感覺 對,這個像家裡 但我覺得這裡是想得很好 因為如果以香港的房子 不會有一些發展商願意 扔錢回來拿兩個單位 就只給一些在這裡住的親戚朋友 借地方住的時候住 我挺喜歡這裡其實甚麼都沒有 真的只是地圖 但如果你有那份泰棠 如果自己的家裡有 可以在你家裡搬過來 讓你的客人睡覺 如果沒有,你就可以跟他租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挺好 真的對住在這裡的人 如果有朋友來,有父母來 如果那間房子不夠住的話 他可以租這裡來,讓家人住 又不用… 有些人未必喜歡私人 要跟別人分享一間房子 但又想朋友來探望自己的時候 又不想住這麼遠的酒店 其實這種選擇很好 你看完這個房子 我想叫他可以帶你去一間 是我很想住的地區的房子 在哪一區 香港人最喜歡的,大豪公園 很多人都猜我 蒙家衛當然要住大豪公園 我覺得應該是好地方 雖然我不是 但我覺得應該要去找找 我也開始找找 為何他們鼓勵喜歡住大豪公園 所以我想去看看 為何覺得我會喜歡住大豪公園 好 通常大豪公園很少樓盤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甚麼機會進去看 我沒有跟客人去看 所以這次借你的光,我可以先看看 即是你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的,在這裡…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真的嗎?大家都第一次來的 很緊張 那我明白為何我要住大豪公園 我想問,現在日本全都流行嗎 為何又是落地玻璃 真的很漂亮 所有櫻花、紅葉都在這裡 這裡基本上接近270度的景點 對 好,我明白了,好 類似地理解吧 究竟大概是香港的邊區 這裡是天后或大坑 對,這個位置正宗大王 你當這是維多利亞公園 但再更大的維多利亞公園 對 那你的景點是可以看到維多利亞公園的 這裡有一個廁所 這個很貴 有很多房間,走到時也累了 最棒的是這個景點 對,我真的要先拍照 至少不買也要看看 例如你自己看樓 你有甚麼要求嗎 其實我沒有 其實我很低要求 其實我不要那麼大 坦白說,如果真的兩個人住 我可能住得多多隻貓 對我來說 1000呎內的樓是非常非常舊的 因為我… 我經常覺得人越大 你不覺得你會有越多東西集穿嗎 在斷舍離的情況下 其實你覺得夠用就可以了 其實我讓你選擇 你睡六呎床、五呎床 其實最後… 可能最後你真的睡得很少 其實你要長大 不過是給了一個原因 你要再多買點東西 然後可能又再… 會增加自己的慾念、慾望 我反而覺得 其實小小的,可以夠也行 我曾經想過 我覺得700呎、800呎 其實很足夠兩個人的生活 因為收拾房子又收拾少點 買東西又買少點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通常是雪糕樓大廈 大家都會說 日本的一戶建很棒 現在今天上來看看… 等等,這個就是客廳 這次真是落地玻璃,不是開玩笑 看看其他地方 Yoyo又說在這裡 廚房 這裡簡直漂亮,有點不珍負 現在這種設計 即是這裡有這麼高的樓底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有再多採光進來 感覺就更光亮 先看看 Yoyo又說在這裡 又有一個廳 原來人可以有兩個廳 我喜歡這層 有人想住在下面嗎 我想住在上面,這裡很棒 你看,最在意的東西來了 浴缸 洗完後,這裡好像很漂亮的健身房 而且有兩個洗澡頭 我喜歡用來刷牙,用來洗手 永遠不要用錯我的洗澡頭 麻煩你,謝謝 這裡很棒 很光亮,真的不要開玩笑 平時家裡不穿防守 會曬黑的東西 這裡很漂亮 很棒 除了做煙霧間,這裡採光也好 可以讓你在這裡做瑜伽 它經常引發我的霞想 經常放這些東西 還可以… 這個會否是瑜伽球 很高,會否太潮 我先坐下 應該是瑜伽球 對不起,好 這裡的東西很新穩 對,走路… 老闆通往那邊,先看看 你們在那裡,他們在那裡 你怎麼了?我在這裡等你 找不到你,你選擇我這麼人 這裡很大 平時只在家裡步行的步數 也可能過一萬,別開玩笑 你只顧著看房子,對嗎 不是… 你只顧著看房子,就管我 我有找你 一進來,走過去 我叫也叫不住你 是嗎?我有找你 你知道這間是甚麼嗎 這間是獨立屋,一戶建 這間是示範單位 這間是示範 這裡的區域被人買了地後 想建造自己的屋 然後發展商、建築公司 會建造一些示範單位 讓你在這裡參觀 在模特兒房子 然後看看你想要喜歡哪一類型 而且他們競爭很好 其實不同公司都有示範單位 所以你進來是其中一間 現在是示範單位的區域嗎 對,其實從地上甚麼都沒有 到人們走進去 拿著的行李進去住為止 可以到達3000萬日圓 到達1億日圓 也可以有 即是不包地嗎 不包地 地區不同 但包建屋 還有停車場、花園 例如裡面的內籠都包了 總之基本上交給他們 跟他們說我要建屋 他們就整理了一筆計圖 然後到你建屋後 進去住 便完整地交給你 其實我這幾天看過的房子 而且聽過你們說後 究竟你覺得在日本買樓 其實是否一件… 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 其實日本租務的市場 其實很成熟 所以相對地 他們的租金收入是穩定的 但你說會否升值 其實在日本 其實別想這件事 純粹是一個很… 如果你說投資的角度 會是一個很穩定的 收取投資的回報 還有可能將來有機會賺的 就是匯率的差價 就是這樣 如果是自住的 自住的或是旅居的 都是看自己的時間 看自己來旅遊的模式 例如有些人喜歡自家遊 他便可以買遠一點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自家遊 喜歡方便的、大城市 可能買一些近跌跌站、市中心 封劍遊人 我不要問我,我從來不想投資 因為我覺得投資代表 是一個很虛無飄渺的東西 而且始終有時投資有風險 我經常覺得 我不是適合一個想風險 而且經常要計算的人 我覺得人生最好的投資 就是投資自己一身 所以其實賺到的錢 你有能力用了才是你的錢 如果你要永遠放銀行 那錢就是銀行的東西 你沒用過,其實也不知道 所以我經常覺得有東西 你喜歡便買了 留下一點 我覺得比例10成 可能我用7成去玩,3成去存起來 但我又覺得 我經常打算拿錢投資 但最後我沒有用過 只是在數目上 我覺得不是我的生活方式 看了這麼多單位 我最後最想看的 看得到最多的人 究竟自己會買甚麼樓 你好,這裡是我的家 這裡就是我的書房 也挺凌亂的 這裡就是睡房 這裡就是衣帽間 有衣帽間 對 這裡就是廚房 開放式的廚房 方便看小朋友 這裡就是客廳、客廳 眼睛看了 這個設定 跟我平時看日劇就很相似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景 當時我決定買 這條河水漲、水退都會有不同 就是這樣,比較寧靜 如果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我第一次來室建 你覺得這裡是香港哪個地方 這裡等於香港的質如蔥 幾個站可以到銅鑼灣 即是等於我乘坐幾個站 就去天神 乘坐幾個站去最旺區 對 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有提起 你之前在香港 完全不是關於地產的事 之前我在香港 其實都是自己做生意的 一直都 再之前我是做銀行的 對數字都很敏感 機緣巧合之後 來了福岡 最初來是做民宿的 當時都會看很多不同的樓 所以累積了很多看樓的經驗 直到也是機緣巧合 我跟Yu合作 跟另外我們有一個伙伴 不如我們自己開一間不動產 正正因為知道外國人來這裡買樓 其實遇到很多文化的差異 我們都不想可以 比如說外國人在日本人的角度 所以我們盡量去做一個橋樑 令到外國的客人知道 這裡有這裡的規矩 我們並沒有提供生意 或者叫你先買樓 然後才會申請到簽證 我們就不會做這件事 其實如果日本要做移居 很多時候要由三年到十年不等 他不希望人們過來 拿了一塊錢來投資 做一些生意 可能有機會只維持一年 就不可以繼續下去 雖然很多時候搞移居 只不過是保證你第一年申請到 之後你能否想到是你的問題 但Wilford就覺得他好像有責任 希望你成功在這裡長住 所以很多時候談完後就覺得 如果你的成本是這樣的 你投資了這樣 可能有點危險 你回去想想 甚至乎買樓也是一樣的 有些人看完就像你這樣 很衝動 看完很喜歡說要買 他會叫別人 是,沒有 不如你先回香港吧 太多了 你先回香港吧 擔心你太衝動、太開心 你回香港 想想又覺得好像不太適合 不如你回去想清楚 真的很想才會再來 還有…房間仍然在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叫人來想想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客人 可能很多都是香港人 究竟他們現在的取替是 我想買一個樓自住 還是買一個樓當放假時 不用租酒店 即是旅居的性質 我想Wilford做了不少的示範 令香港人開始覺得 其實旅居不是不行的 其實真的這樣 這邊住,那邊住也不錯 其實他們明白 其實遊客來日本 其實只是住半年而已 所以現在反而多了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如果買一間樓回來 只住了半年 其實又不太划算 反而現在有些客人 簡直是很厲害 他有兒子問 你們有否民宿可以購買 他的民宿是因為 其實做半年民宿 有半年他就可以自己住 現在有些客人 反而是針對性運營的樓 其實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來日本旅行 但一提到要住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有很多後顧之憂 例如上班、語言等等 例如Yoyo可以兩邊離開 Vilford就是長住 其實你們對於在日本 住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住和旅行是兩件事 你看見人都是兩個面子 所以很多時候有很多人問我 我都說不如你先來讀書 你先去讀語言學校 你先來感受 你不要浪費錢 買樓、投資甚麼生意 別搞了,投資在自己身上 住在你身上 你先覺得是否正確 不正確的 你當作可以放一個長假期 你也懂得多一種語言 即投資在自己身上 好,如果正確的 你便繼續想辦法 怎樣留在這裡 其實你說日本人 所有事情都很好 一定不會 其實大家都是人 其實有相處 有人聚居的地方 就有磨擦 其實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大家去包容 大家去理解 你每次當然賀 我想我在家園 還有十分一多 沒法過 努力嗎? 還往後